一天三十次 不吃不喝能连续交配四十五天 圣王海狗为何如此彪悍 在海洋中 有一种动物被称为圣王 它们可以不吃不喝连续交配四十五天 疯狂起来的时候 甚至连企鹅都不放过 这就是动物界大名鼎鼎的圣王海狗 从外形上来看 它长得河狗有些相似 因此而得名海狗 但事实上 海狗是海洋里的哺乳动物 除了外形上河狗有些相似 但跟狗却没有一点关系 海狗体长1.5到2.1米 体重为20到30公斤 它们拥有强壮的身体 流线型的头部和灵活的尾巴 身体呈现棕色或灰色的皮肤 它们的游泳速度可达每小时30千米左右 能在海水中自由地穿梭 在游泳的时候 海狗全身的毛发会紧紧贴住 以此来增强游泳的流畅性 虽然海狗的数量不多 但它们分布的范围极广 从南极到北极的各个海域 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而且食物来源也很多 主要以海里的小虾 小羡和一些人体动物为食 海狗肚子饿时会潜入海中 咬住猎物后 将猎物撕成小块 然后吞下 这是因为海狗没有咀嚼能力 只能撕成小块吞下 海狗为了狩猎一次 1000公里的路程都不在话下 它也是很多海底生物的噩梦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它们的繁殖行为 堪称动物界中一大奇观 在每年的春末夏初 是海狗的繁殖季 此时的海狗会变得异常活跃 雄性海狗会先上岸 与其他的雄性争夺地盘 而等到地盘瓜分了以后 就迎来了配偶的环节 海狗的求偶方式非常独特 它们会通过追逐跳跃 拍到尾巴来表达对异性的吸引 其次 海狗是崇尚一夫多妻的动物 随得地盘越大 哪只雄性海狗的配偶就多 而那些没有地盘的海狗 就只有打光棍的粪了 一般来说 一只强壮的海狗 在一天之内可以进行30多次的交配 在整个动物界都是非常炸裂的 海狗把交配当成笔吃饭 还要重要的事情 能够望望的连续交配45天 那海狗为何会有如此强悍的繁殖能力呢 这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天赋 首先 它们的作案工具非常特殊 工具长达30厘米 而且里面还有一根骨头支撑 从而维持最佳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 海狗有着强悍的耐力 加上自身厚厚的脂肪 使得它的耐力和精力更加旺盛 称它为肾王是实质名归 但是还有一些打光棍的海狗 它们没有合适的配偶 于是就将注意打到了企鹅身上 这是一段在野外拍到的恐怖画面 一只落单的雄性海狗 发了疯的似的将一只企鹅 压下身下蹂躏 也不管什么种族差异 就是嗷嗷的伤 企鹅柔弱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伴遭罪 相信很多小伙伴看到这 都会非常的惊讶吧 刷新了人们对海狗的认知 看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海狗 竟然对着企鹅干这种事情 别看海狗一天交配这么多次 但是它们的种群数量却不增加 因为幼年海狗的成果率 只有50%左右 原因都是人类的事 由于人类甚需群体的增加 有些黑心商家 推出了海狗丸的保健品 在商家的大肆推广下 海狗丸供不应求 大量的海狗惨遭捕杀 如今海狗已经成了保护动物 请大家不要伤害 对此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好 看